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也是因為興趣 然後因為 所以你自己也會做 我第一次做甜點的時候 大概國中一年級的時候 真的嗎 因為凱恩很像 為什麼 為什麼 我覺得 我覺得他看起來有一點可以 要出了零票是不是 可以算命 對 可以算命 這感覺 真的嗎 你小時候就愛吃甜點 那你國一做什麼甜點 第一次做是做 想做甜甜圈 吃過 做成雙胞胎了 就失敗 對 雙胞胎 對 然後後來就是 因為一直很喜歡 後來就是開始工作之後 就決定出國去學 所以你後來是去哪裡深造 我後來也是去法國 然後我們剛剛跟主廚聊天的時候 發現我們現在是 對 而且我們是同一年畢業的 但是很強 這是緣分耶 對 但是有不同期 對 跟同一年畢業 對 所以這樣聽起來 你看兩位今天 絕對有相當的實力 可以來判斷你們哪一位 才是今天的甜點女王 那我們就要先來看一下 我們第一道甜點 到底要請大家吃的是哪一道 隱藏在台北市內湖的 殿堂級法式甜點店 天賦極高的主廚 曾任職法國香榭大道四季酒店 店內最魂牽夢營的甜點 就像花瓣般的粉紅浪漫 內餡是玫瑰荔枝覆盆子 極優雅又夢幻 也是從巴黎甜甜名門 畢業的主廚的得意之作 讓吃甜點也成為了藝術享受 今天出現了生命的輪盤 所以那甄妳說 我們第一輪的遊戲規則 我們來怎麼判斷 我覺得一開始就要給大家 一點下馬威好不好 就是這命運來決定 所以轉到誰 誰就不能吃 先讓大家開開胃嘛 轉到一位而已吧 就一位不能吃 沒有一位不能吃 其他人都可以吃 那我想請問一下 上面有我們兩個人的照片耶 這主持人應該有一點優待吧 對啊 轉到我們不是我們不能吃 而是 對 懂嗎 主持人怎麼可能不能吃 我們要講口感 我真的覺得 你有智慧就好 是 是 那我就要來囉 不要... 第一次希望不要 不要... 到底誰可以吃到我們的 這個 貴婦級的甜點呢 美智 沒有 為什麼 安晴... 安晴... 妳好會蠢耶 對啊 好鹹喔 才甜點 所以這是不是代表 我們四位都可以吃 對啊 應該差一點點而已耶 對啊 差一點點 真的... 來 中間請... 那我們就不客氣囉 可是通常都是 金箔 為什麼是銀箔 它要做顏色對比 對 而且不是金就好 因為有的時候 如果搭配得不好 就會有點俗氣了 OK OK 贏的就比較適合 你看看它的 貼面 這個上面 掉下去了 我可以吃嗎 不行 那個這一道甜點呢 我們也想一想 對 是他們店裡的招牌 看起來真的很厲害耶 真的很美 想要吃這顆蘋果 它顏色好少女 我們真的吃到後來 甜點都... 真的好美喔 天啊 蘋果裡面是什麼 蘋果內餡 就在蘋果裡面 怎麼可以做得那麼厲害啊 對 而且它是都在裡面 外面是完整的耶 就我們看以為是蘋果 但它不是 它裡面還有柳橙 真的喔 好香喔 妳有吃到那個香氣 對 而且咬得到那個口感 果然真的是甜點達人耶 謝謝 來 十年的妳怎麼說 好好吃喔 很香耶 蘋果的果粒真的好好吃耶 好香 然後再來是它的外面 那一層蘋果是巧克力耶 對 白巧克力的感覺 對 你們剛剛都是吃蘋果是不是 我們是吃蘋果 我們現在吃一口這個白白的 它是慕斯耶 而且妳吃到滿口的香氣 對 很香 然後它是酸酸的一點點之後 然後尾韻是甜的 然後它滿滿的是玫瑰的香氣 對 好香喔 吃下去都覺得自己 有變成公主的感覺 因為嘴巴都在 都在碰滑耶 而且它層次很對比 因為妳吃那個紅色的跟白色的 兩個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妳剛剛講的餅皮我懂了 酥香 然後整個那個口感好棒喔 它的蛋糕的膏體是很濕潤的 對 而且胖餅皮很厲害 很厲害 糖酸我們吃得到 重點是我們在這裡這麼幸福 但有一個人高高在上 但卻很孤單 好甜喔 等一下 聞一下 我聞得好甜喔 好好吃喔 很好吃 其實我認識那個主廚 就是那個叫做Camille的一個 女生 對 是我朋友 然後那個 她做的甜點都是 就很 對 雖然有用到很多鮮奶油 但是不會膩 對 不會膩 不會被搶走 很清爽 果然是甜點小王子 我們剛剛一直說很像 什麼之類浪漫 什麼戀愛的 好吃 其實是 她剛剛說清爽 甜而不膩 就是這樣好吃 對 而且整個吃完 你都可以覺得 OK的 她剛剛講一個很重要的 優雅的味道 優雅 真的就是吃完之後 覺得優雅了 那個很有氣質 沒錯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要準備進行第二道囉 來自於18世紀 法國波爾多的傳統點心 可麗露 樸實物華的外型 卻是法國人 下午茶最愛的人氣糕點 而這家有舞蹈老師 斜槓主廚的個人工作室 可麗露外脆內軟的口感 來自於精準的火候掌握 多一分太火 少一分鹹淡 也難怪每一開團就秒殺喔 那我們現在這個第二道 教題我們用來出考題 來考考他們好了 好不好 來教給我們凱恩老師 好 那大家都知道那個 可麗露是一個法國 非常經典的甜點嘛 對 那我們想要知道問一下 那大家知道 它的發源地在哪裡嗎 第一個是馬賽 還好是選擇題 我想說在哪裡 連我都挺張的 問答題是 要考聯考嗎 選擇題 注意聽了 我啊 對 第一個是馬賽 馬賽 我知道 有名的是 魚湯 對 很好喝 馬賽魚湯 對 那第二個是 很熟 有氣勢 布列塔尼出過很多甜點喔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很有名的 第三個是 對 都很熟 這個呢 那是哪一個呢 你會不會出太難了 老師 很難耶 對 它可以從它的那個形狀 去想想看 形狀 它又不像賽 也不像馬賽 馬賽 來 馬賽是個地名 請舉牌 不一樣喔 我們的正確解答是 答案是 對 從酒 我跟你講這樣 老師不提示還好 他剛剛提示說形狀 然後他又說賽 我覺得有一點像 妳是真的猜的嗎 對 我真的猜的 因為我絕對不能答錯 因為其實這一家 它是在社群網站上 非常有名的 妳是熟是不是 來 幫我們好好介紹一下 來 我非常熟 也恭喜安晴媽媽 對不起 那妳白色 好 媽媽 妳就好好休息一下 我可以先幫大家介紹一下 這家其實非常厲害 這一家其實是在社群網站上 非常有名的 然後這個是一個 個人的糕點店 就個人工作室 然後他平常的主業 就是這個老闆 主業是個 國標舞老師 怎麼會這樣呢 什麼鞋槓 沒有 她真的要比賽 然後她是在做這個 老師這鞋槓槓槓得有點大 她興趣就是做甜點 所以她就開了一個 個人的糕點工作室 好厲害喔 所以她賣這個甜點 她其實沒有店面 她就是在社群網站上賣 她就是不定時 她會告訴大家說 她下一次要賣什麼 對 然後在這個日期 她一開團 馬上都會被買光 那她每一次賣都是綜合口味 還是今天是我們才有這麼多種口味 它都是綜合口味 但是我們今天吃到的是 強行 我應該知道 我應該也沒吃過 好幸福喔 我會聯絡得到 因為其實我之前 也有嘗試過要訂 然後真的就是妳15秒 她全部搶完 妳根本登進一步了 因為她的數量一定很少 因為個人工作室 她不是連鎖什麼 不是 現在開店都搞得這麼難 相處 總不能跟每個老闆都交往 真的 好 那妳幫我們介紹一下 大概用哪些口味 像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個 這個是 然後這一個就是香草 原味香草 然後這一個是 蘋果白蘭蒂 這顆我的 這一個是 威士忌柑橘 威士忌柑橘 這兩個主持人的喜好 會不會有點太明顯 這是酒類的 然後因為它做了一小口 因為怕這種甜點 是怕妳吃到 有的時候會吃膩 所以它一口就是一個味道 它就是因為做得這麼小 一個所以大受歡迎 為什麼 因為女生 每一種都想吃 可是吃太多 我又沒辦法 對 平常的可麗露 那麼大一顆 我也只能吃一個 對啊 所以做這樣就很好 那安琪要吃哪一種 妳要選哪一種 我要吃 來 兩位拿起來 我想要來 好 好 兩位是有越來越來越 甜甜妳有特別想吃的口味嗎 還有女朋友 還有女朋友 我選奶茶口味 媽媽來 謝謝 那妳好好吃 等一下 媽媽 媽媽有聞到茶香嗎 好好吃喔 對啊 媽媽妳現在不適合吃茶 所以我就幫妳處理掉了 這是什麼茶 來 再吃一下 媽媽有吃檸檬的 幫妳吃茶 超可愛的 我好喜歡吃可麗露耶 脆 對 可麗露好吃 那就是外面要醉 可是它裡面又很柔軟 對 裡面那種 嚼起來越嚼越像要QQ的感覺 然後我這是那個 柑橘威士忌有沒有 我覺得它是威士忌 可以再加多一點 然後 那個酒香也更柔 對 要重一點 它全部的蜂窩的組織 對 蜂窩蜂蜂很漂亮 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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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 不是 就是說因為 本來大顆的皮就是只有 脆皮就有這樣子 但妳這樣整顆都脆脆的 口感更好耶 對啊 而且妳在講話 我在這邊咬 一直在咔嚓咔嚓咔嚓 大聲 我都把手一手的 有點氣質不夠 好 這才到第二道 我們已經幸福了要命了 馬上要進我們的第三道囉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妳所有的家務室 跟上潮流社會室 滿足妳想知道的八卦室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室 趕快來訂閱